新年依此,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為《香港經濟道報》獨家撰文 他表示,我僅代表香港特區政府 祝願國家富強昌盛、國泰民安 香港百業興旺、正通人和 《香港經濟道報》讀者諸事順遂、身體健康 李家超指出,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列 亦是香港由自及興新篇章的開啟之列 一年來,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 和世界重新接軌 和各地人員恢復正常往來 市面熱鬧氣氛重現 為香港經濟復甦帶來強大動力和正面作用 上月,李家超在北京向習近平主席述職 匯報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情況 他表示,習主席不但對我們的工作充分肯定 更強調中央全面準確、堅定不宜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長期不變 全力支持我們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 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 雖然環顧全球 地緣政治依然複雜多變 但香港憑借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鞏固自身制度和競爭優勢 仍來龐大經濟發展機遇 李家超指出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國家對外發展的重要戰略 香港一直積極擔當共建地區之間超級原體人和超級增值日的角色 去年是習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十周年 習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 宣布國家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百項行動 同時為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發展帶來新機遇 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 強化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的作用 包括組織在港一帶一路國家企業到大灣區考察 並在原先國家開始更多商貿辦事處等 為推動習主席提出的八項行動全力作出貢獻 本根不搖則知業貿榮 香港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 一直堅守一國資本先用兩制之利 特區政府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去年,完善地區治理下的首場區議會選舉圓滿舉行 選出真正愛國愛港 願為社區和居民服務的區議員 新一屆區議員於1月1日宣誓就任 代表著區議會重回《基本法》規定的正確軌道 將協助政府施政更貼近社會需要 回應市民所求促進略正善治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的安全 只有社會團結齊心、維國安邦 才可以確保追求穩定發展不會淪為空談 《基本法》第23條賦予香港特區憲制責任 致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今年,特區政府將就《基本法》第23條完成本地立法 並使有關法律與《香港國安法》聯合起來 扣建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系統 墊下香港法榮穩定最堅實的基石 同時,特區政府亦將全力推展愛國主義教育 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在社會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 與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立價值觀 李家超說 《我的信心》在國家的堅實支持 特區政府與全港市民一同努力下 2024年,在香港約洞騰飛的一年 我們將足夠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歷史機遇 顯現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性 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共同實現更美好的未來